女人每天都会谋杀自己的丈夫 因为她想要拿到男人的巨额遗产 但随着男人的惨叫 恋爱脑大壮并没有被垫死 因为她是一个千年僵尸 每次都能遗免所有物理伤害 小瓜眼看杀不死她 于是就让大壮和吸血鬼姐姐断绝关系 然后自己管理大壮的所有财产 另一边拿到断绝性的亚当斯 以家伤心欲绝 但到了次日他们的孩子 也开始面色红热活泼可爱 一点也不正常 很快吸血鬼奶奶就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家庭不和睦造成的 倘若僵尸大壮再不回家 他们儿子的命运肯定会变得更加糟糕 以后可能会成为有钱人 总统 甚至是 听到这里 他们都不敢再听下去 因为家族几百年里 都没一个这么糟糕的 与此同时 小瓜也没忘自己的本职工作 他每天都是穿丧服住院大壮 可以遗世 没多久 他就送给大壮一个礼物 并命令他两分钟后才能打开 说完 他就拿着行李走出了城堡 而他也并没有远去 而是倒计时 直到传来一声爆炸后 小瓜才一脸得意地走进查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大壮竟然再次活着走了出来 并且还端着为他做的爱心面包 直到这个时候 小瓜也不再选择伪装 直接拿枪准备亲手解决他 可就在这时 身后的汽车却直直地 向他撞了一局